火吊人员一早抵达莲花食品彰化厂 要查清楚起火点以及火灾的原因 火吊科出判疑似就是二楼油炸机起火酿灾 造成无情大火夺走了七条性命 三人被救回一命人在医院救治 卢性罹难者的父母强忍悲痛情绪 前一天赶到医院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心都碎了 火警造成死伤惨重 莲花彰化厂竟被查出 过往每年得进行建筑物公安检查 去年却没申报 依法最高开发30万 知名食品工厂竟没做公安申报 也让外界怀疑地方主管机关是否过于松散 另外消防单位也点出三大关键错误 包括员工躲进冷藏库 厂区空间曲折 以及接收误查资讯 针对去年都没有申报的问题 我们会依照建筑法的概念 可以采取6万到30万的一个罚万 有名嘴怀疑虽然过往彰化厂有防灾演练 但在训练时是否真的把灯全关掉 让员工自行摸索逃生 就怕过往的演练只是做表面功夫 一大早瓦斯公司也到厂 关闭天然气避免有危险性发生 记者陈胜伟 陈广瑞 王百英 张华次方报导